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 龍不止三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請問你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的請你趕快訂閱喔 訂閱YouTube頻道 它可以讓你不要錯過漏接 老王任何一集的節目內容囉 那節目一開始呢 同時也要來進行詐騙的宣導 反詐騙的宣導 各位朋友們 各位觀眾 各位會員請特別注意喔 只要你在網路上看到任何有關於老王的廣告 通通都是詐騙 只要你在網路上看到任何老王的頭像 家你好友或者是跟你要耐 跟你要群組或者跟你哈拉 通通都是假的 了解嗎 我講過很多次了 你只要遇到有一個老王來跟你打招呼的 不用想太多 200%都是什麼 詐騙 好的 小編今天要來聊聊什麼樣的話題呢 董哥您覺得川普跟拜登上週五的辯論會如何 美股應該是誰當選才比較會漲 這是辯論會的畫面 CNN的圖啊 來 你覺得哪一個人眼神比較有力 我跟你講我還真的 你要講差不多是不是 差不多 因為都70以上 也都70以上 有人還80以上 一個國際大國 我真的想不懂 我上禮拜 上禮拜我在看這個辯論會的時候 上禮拜我早上 我就想說 美國耶 一個這麼國際性的強國耶 居然兩個70歲以上的老人在選總統 是沒人了是不是 沒人了嗎 我三不看不看 真的我看不懂耶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沒有全部看了 大概看了一下 我覺得川普講話 就跟四年前差不多 就是坑腔有力 講話就是中氣十足 比較 講 感覺出來他 他知道他做什麼 那拜登 講話講的有點 不是有點慢 是很慢 然後 慢條私利 然後好像很多時候都在思考 我覺得有時候 川普在講話的時候 他甚至已經放空在雲遊 我會覺得他有點 可能不太適合 在擔任接下來四年的總統 但我剛才講 這是你問我嘛 我個人想法不代表最後的結果嘛 那我是覺得美國的選民看到這種辯論會環會覺得 除非有強大的政治的立場 長派的立場 因為他兩黨嘛 不然的話 我覺得川普會感覺至少比較 思緒比較清楚 健康狀態比較好一點 之前大家網路上也看到很多拜登的影片嘛 那個我就不用講了 小編你有沒有看過 突然跌倒 我會很擔心 我會很擔心 所以看起來 如果是我 我會覺得川普應該當選的機會比較高 但是 你剛才是問說誰當選對台股比較好 台積電這幾年的發展 請問是誰的任內 拜登 美股這幾年履創歷史新高 今年的大多頭 請問是誰的任內 拜登 台灣的廠商一直被邀請去美國蓋廠 然後一直邀請跟美國做一個大生意合作 請問是誰的任內 拜登 台股創下歷史新高 誰的任內 拜登 美中貿易戰開第一槍的是誰 川普 當時開了美中貿易戰之後 害台股短線大跌的是誰 川普 設定了一堆中美的關稅是誰 也是川普 所以請問你 誰當選股市比較 拜登 我告訴你 川普就是這種個人主義種族歧視 當他當選之後 我跟你講 中美貿易會重新再來一次中美貿易戰 絕對 肯定 而且我們台積電可能就要小心 因為川普是美國優先 他可能會強力 比拜登更強力扶植他的Intel 當然 技術層面台積電不用講 沒那麼快追上 但我的意思是 資源的多寡 就可能會有受到限制 對吧 那 搞不好川普也會給台積電很多限制 你懂嗎 為了發展本土 這個都是大家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現在講這都沒有一定 我們只是看到我們平常所了解的過往的經驗來判斷 你問我個人 好我就這樣回答你 這樣了解嗎 那 其實不管誰當選 不管誰當選 對股市都是好事 在當選之前 我們剛才討論是誰當選後 股市會好嗎 我個人認為是 拜登當選後股市會好 但是我們現在討論是 如果是當選前呢 也就是在競選的過程呢 其實對股市都是很好 而這件事情我不是現在才講 我在2024大多頭那一集節目 今年1月1號元旦就講了 我今年利多的因素很多 其中一個就是總統大選 我說今年是有史以來 全球最多國家要舉行大選的一個年代 一年歷史以來最多 那包括美國總統選舉 那我今天把這個美國總統大選的這個選舉 歷史經驗以來 來看到這上面的圖表 藍色的柱狀體 就是在大選年 美國總統大選年 每股平均的報酬 該個月就平均那個月的漲幅 那這個零形的 黃色橘色這個零形的 是上漲的機率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漲幅也好 7.3% 還是上漲機率75% 哪一個月份最高 我把這裡框起來了 哪一個月份 6月 那6月不是就是我們剛剛過的那個6月嗎 那個6月美股表現好不好 很好啊 老王出國 美股一樣噴出啊 完全抵抗魔咒啊 又符合了一次歷史的經驗 而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是 除了你們已經知道 歷史經驗當中 7月的前兩週最有機會上漲之外 看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要迎接7月對不對 這個柱狀體哦 也只不過就輸給6月 他是整個月份裡面排名第二的 如果在美國總統大選年 7月啊 往往他的漲幅是位居整個12個月裡面漲幅第二的 也很猛 也有平均超過5%以上的表現 而上漲的機率呢 也超過六成有62.5% 簡單來講 現在我們今天開始要跨入7月的交易了 你對於美股要不要有信心 YES 因為今年就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 這張表格告訴你 8月份才會比較需要擔心一點 因為漲幅明顯比較少 但是還是上漲 最需要擔心會落在9月 只剩0.6% 那上漲機率哦 其實都還蠻高的啦 都還有六成以上 也就是說普遍可能漲 只是漲的比較多的月份 集中在6月跟7月 我們已經把6月過完了 7月 當然也可以迎接一個選舉年的行情 這就是這張圖的講法 那這樣懂了嗎 所以 誰當選前或誰當選後 我今天都就是行情哦 有個很明確的一個個人想法 跟大家分享 那麼 另外我要告訴大家哦 除了總統大選的這個利多因素哦 我們可以看到6、7月的漲勢比較迷人 那 事實上6月的漲勢哦 有很大一個部分是建立在 市場對於降息的樂觀情緒哦 重新被點燃 對吧 看到很多數據嘛 勞動市場開始意外出現疲軟了嘛 那通膨也往下降了嘛 所以市場對於今年要降息的預期哦 又再度拉高了 而且從原本的已經退到11月12月 一路往前現在退到9月份了 對吧 這個我們節目都一直在追蹤哦 那 上個禮拜公佈這個數據哦 再一次確認了勞動市場哦 確實持續在降溫哦 這個什麼 我們知道每個禮拜都會公佈每週出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對吧 這個數字哦 上禮拜公佈是增加的 但是 這一份表格哦 這是 美國公佈的 續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續領的 就繼續領的 創下來 這一根 大不大根 大根 創下了2021年以來的新高 代表現在在持續領失業補助的人多不多 多 那代表失業的人很多啊 那就代表他們找不到工作嘛 還在找不到工作嘛 那請問勞動市場有沒有降溫 有 那勞動市場降溫 請問對於今年降息的預期會不會更高一點 會嗎 懂嗎 所以 這個數字是上禮拜公佈的嘛 對吧 那上禮拜公佈之後 降息預期拉起來 有沒有有助於7月份繼續美股漲勢的延續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來看一下這張表格啦 談到選舉我們來看這張表格 這張表格上面可以看到 那 這是這個 他們針對一些這個 市場做的調查 那你認為 就是說你認為 接下來最大的股市風險會出現在哪個地方 就大家擔心的事情 聽得懂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長條狀 深藍色是 最新的 最新的6月份做的 5月份是上上個月 然後4月 然後這個比較灰色是4月份做的調查 不同時期有變化 但整體來看 大家最擔心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交易員也好啊 市場的投資人也好 最擔心是什麼 更高的通膨 更高的通膨 擔心 可是你看到這個擔心的拘力 原本前面兩個月 4月份和5月份 要做的調查是高的 現在到了6月份 最新的6月份 直接掉下去了 你有沒有看到很明顯的差距掉下去了 有 大家比較沒那麼擔心了 那就是因為我們上個 我們在 上個月看到了很多通膨數據開始怎樣 往下跌了嘛 CPI是往下了 所以大家開始 對這個通膨的風險 開始感到降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的風險 大家會認為接下來對股市的風險有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情況 這個是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大概都維持在兩層左右 什麼叫地緣政治 中東那邊的 烏克蘭跟俄國 這個是大家還在持續擔心的 包括兩岸也是一個地緣政治 那美國總統的部分 值得特別離 跟大家提醒 你看這個 從過去的這個 大家認為的風險值 有沒有在最新的一個月出現往上的跳升 有 大家開始會擔心了 選錯人怎麼辦 選錯人怎麼辦 這是美國的交易員 美國的投資人會擔心的事情 那剩下就是 經濟可能會硬著陸 然後這個 金融卡系統性的風險 AI的Bubble AI的泡沫 反而是最少人擔心的 代表市場上現在認為 AI泡沫的人很少啦 對 所以現在市場上最 最有可能的風險 就存在於通膨 所以如果通膨數字可以持續往下 我就問大家 風險是越往下降低越往上 越往下 那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 那這個地緣政治現在也大概就這樣嘛 也不動嘛 那就剩下這個選舉了嘛 對嘛 那選舉的結果要到什麼時候 11月 11月才會公布嘛 這前面還算安全嘛 了解嗎 大概就這樣來看嘛 大概就這樣來看嘛 首要之極是這個 只要通膨降下來 對於投資的風險就往下降 往下掉了 那最後來看一下這個啦 因為現在剛才談到7月了嘛 7月過去在選舉年也是一個表現不錯的年嘛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美國公債 ETF 每日的資金流入與流出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邊這邊有一根超長的 有沒有看到超長的 超長的 這一根發生在上週一 是的 美國公債 ETF 在上週一爆出了 27億美金的流入 創下歷史單日最大的流入的量 流入的金額 我想請問大家 有這麼多的資金 大戶 熱錢 靠進去美債的ETF 流入喔 做多喔 請問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就是在 率先進場卡位 等待未來要出現什麼 大漲的利多嘛 我要請各位觀眾 你有長期看老王節目 超過一年的觀眾 你回想去年年底 我在這個總體經濟的節目 有拿給大家一張表格 還是今年年初 不是年底就是年初 自己回去看YouTube 我拿一張表格給你看 我說 投入這個 S&P500指數 ETF的 創下了歷史最大的流入 你去回去看之前影片 當時是 我說在11月跟12月 最大金額流入 我當時就跟大家預告 這麼大筆的金額流入 這麼大的錢 他們不會只做短線的 不是跟你看一兩天當充的啦 他們要幹嘛 看的是未來大行情 結果我想請問你 今年的美股 走了半年了 有沒有是一個超級大多頭 有 現在你在美債ETF的市場 看到了這麼大金額 歷史紀錄的流入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幾個月之後 你會看到 美國公債ETF的大行情 那美國公債ETF大行情 往上代表什麼意思 美國公債的價格 往上走 那什麼情況下 美國公債的價格往上走 就是美國宣布幹嘛 降息嘛 有沒有機會降息 有 都有這麼明顯 大物主力進來打PASS了 降息這件事 很快就會發生了 各位觀眾 你看不到我做福利挺身的 感謝大家收看 既然要降息了 降息的預渠越來越濃了 對美股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 各位觀眾 感謝你的收看 感謝你們支持 希望今天節目呢 能帶給大家收穫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 真詐騙 進來啊 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 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 虛擬貨幣 期貨 外匯以及基金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 加入N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呢 會讓各位民眾小額獲利 後面呢 就會告訴你 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 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 引誘各位民眾 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呢 他會告訴你 喜馬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 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 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 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 必定是詐騙 民眾呢 應該要選擇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 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遇到 要你加耐 才能進行投資的 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 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一起關心您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致富投資風險